欢迎来到小九撩剧 今天,小九带来由猫猫写的锦衣之下之一念一下 第43集,不想和你们分开 路易在小区楼下等着 下下去接念念,三人会合之后 念念小嘴说个不停 说着自己在小伙伴家里看了什么动画片,吃了什么好吃的 下下听着,小孩子的世界总是这么的欢乐 他蹦蹦跳跳地跑到路易的身边,拉起他的手 爸爸,我今天看动画片了 知道了,好看吗? 好看,里面有皮卡丘 他对皮卡丘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喜爱 特别好笑 嗯,念念开心就好 路易笑道,他不得不承认 孩子真的是开心果一般的存在 路易回头看了下下一眼 他正跟在他们身后,散着步 他故意用下下听得到的声音问念念,念念 你愿意爸妈结婚吗?你们为什么要结婚啊? 结了婚,我们就有家了 爸爸妈妈和念念就会一辈子在一起 不分开,他耐心地给孩子解释着 念念很认真的恩了一声,那爸爸妈妈肯定要结婚 我不想和你们分开 听到没? 下下,路易笑着问道 念念答应我们结婚了 妈妈,你快答应爸爸吧 要是爸爸走了,不要我们了怎么办? 念念着急地说道 这一句潜意识里的话,倒是让路易心里很不适滋味 或许是他没有一直陪在念念身边 让他成了一个不是很有安全感的孩子 表面看着很开朗 其实背地里是个爱哭鬼 心思又十分细腻 路易芒说道 爸爸不会不要你们的,念念 可是,妈妈不答应和你结婚 念念说着红了眼眶 爱哭鬼就是这样 眼泪说来就来 念念,男孩子不能这么爱哭 知道没? 下下揉了揉儿子的脸颊 那你和爸爸结婚吗? 念念还是不放弃,执着地问道 下下点点头,知道了,妈妈会和爸爸结婚 路易偷偷笑了笑 一只手拉着下下,一只手拉着念念 幸福的感觉在心头萦绕 三人慢慢散着步,说着没有编辑的话 最后念念走累了 不肯再走了 路易便蹲下身子,来,爸爸背着 回到家,念念刚洗漱完,就睡着了 路易睡了小半天 此刻毫无睡意 下下,你答应念念了 下下淡淡一笑,你怕我反悔 室友那么一点点点担心 他说着,又将眼前人抱在怀里 不过我今天还是很开心 有你有念念,我们一家三口 够了 下下反问,你真的这么想 我们一家三口就够了 嗯,够了 我常常为一些不值得费心的事情 伤神仇私 现在想想,自己好笨 以后我要把所有的心 都放在我们的小家上 路易凑在他耳边说道 以后我不会再为不相干的事情 烦恼,只要爸妈身体健康 你和念念开开心心,就好 你能这么想,当然最好了 下下回抱住他,哪个女人不渴望 有一个温馨的家呢 只是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身不由己 与权衡利弊 任人蒙住了自己真正内心的渴求 被世俗所累 被欲望所累,被金钱所累 到头来才发现,最需要的 其实只是一日三餐 一味知心人的陪伴 再一次来到民政局 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这里见证了一段缘分相聚 也见证了一段缘分的落寞 下下不禁想起 过去和陆毅的那一场荒唐 他们曾经用力相爱过 也曾经分开过 如今一切真的过去了吗 下下拉住陆毅 看着他一脸的喜悦 他不禁问道 如果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是不是真的算过去了 陆毅,过去了 下下 我们忘记过去不开心的事情 以后好好过日子 就算我做了伤害你的事情 你也不会介意吗 不介意 陆毅认真回道 我们说好 过去的好坏一笔勾销 以后只准提开心的事情 下下看着身边来往的人 有挂着幸福的笑 也有满脸失落 他路过窗口的时时候 特地看了看窗前的自己 想知道自己此刻是什么表情 他脸上挂着的 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笑呢 或许 只有陆毅才能看得真切 陆毅 这一次结婚了 我们不能再离婚了 下下知道结婚这一天 不该说这种话 但是他实在不想再拥有一本离婚证 这日子 有结婚照就够了 打死我 都不会和你 再说离婚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对他而言是梦魇 是挥不去的阴影 他后悔了这么多年 如今终于可以放下了 你也不用说这么狠的话 下下倾笑道 忍不住笑出了声 拿着结婚证 走出民政局的那一刻 下下松了一口气 或许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相爱这件事是注定的 他放不下陆毅 便只能选择 与他一直这样缠绕着 一辈子 他们这两回准备 这个仇有了 是